回答執行長黃仁勳一早先來供應廠商 廣達攤位 人潮風有而至幾乎幾道 沒地方展 供應鏈大廠技嘉 微影也沒漏掉 都有董事長親自接待 一逛就逛到中午 接著到鴻海旗下的紅白展區 和鴻海董事長劉揚偉相見歡 雙方宣布將以超級晶片 GB200伺服器為核心 在台灣高雄建置先進算力中心 包含智慧製造 智慧EV 智慧城市三大平台 高喊口號 逐漸兩人的好交情 黃仁勳更是搭載鴻海市 長久合作夥伴 台灣對AI的重要性 不僅僅是與合作夥伴非常緊密 更要加深對台灣投資 五年內在台灣設立投資研發中心 行程滿檔逛Computest 接著舉行全球媒體問答 一再重申台灣在AI產業的重要性 不只對台灣媒體有聞必達 更是包下飯店一整層做產品展示展監 從氣象、醫療還有微服務各種AI解決方案 其中這一台更是突破以往技術 黑號現在動作非常快 不過螢幕上呈現的延遲秒數非常的小 主要就是透過這個邊緣運算系統 它有高頻寬低延遲的特性 未來可以運用在像是機器人還有自駕球上面 透過邊緣運算系統 讓延遲速度再縮短 不過要有這麼高效率的運轉 就得靠強大晶片 回答發表的最新AI晶片 Gb200強化人工智慧和高效能運算 那它這邊就是搭載我們最新的一個GPU 就是Blackwell的兩片GPU 還有一個是我們的CPU 是Grace的CPU 它現在這一代的GPU主要是 我們會朝AI的應用為主 那現在就是Gen AI 深層是AI的一個面向 由CPU和GPU組合在一起的超級晶片 含有一顆CPU和兩顆B200的GPU 能耗減少效能提高 讓AI應用深入生活應用 當然也包括工廠數位化 建構數位軟生平台 應用場域從工廠到氣象都能導入 那實際上這個虛擬工廠 他們是在實際的工廠 就到完成以前 就已經先完成這樣虛擬工廠的配置了 那除此之外呢 像是一些機器人的訓練 那我們也可以 可能也可以在這種場域完成 不軟生這一塊 其實它的可塑性還是蠻大的 在超微Intel 高通等等強敵競爭下 台灣成為兵家必爭之地 黃仁勳在媒體問答更強調 台灣擁有強大的先進製程晶片 以及完整的供應鏈 而回答做的是創造市場 開發卓越產品 台灣是最好的選擇 台灣是一家的大型大型的大型工廠 在大型工廠的大型工廠 開始從大型工廠的工廠 工廠的工廠 像《Spill》 工廠的工廠 工廠的工廠 像《Quanta》 《Voxcon》 現在在台灣 工廠的工廠的工廠 工廠的工廠 不是只是輸入 它也會在台灣 也會在台灣 台灣是一位 最大的工廠的市場 工廠的工廠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